蘇丹鴻從辣椒粉擴及到胡椒粉這是個案還是系統性事件 衛福部食安把關跟一再被綠尾拋轟是獨職 蘇丹鴻風波導致各縣市校園禁用辣椒粉和咖哩粉中央如何協助把關食安 蘇丹鴻食安風暴再擴大 昨天下午食安檢討會議開得如何 政府對於食品安全 一向都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輕心 那對於昨天我們已經對於西布特羅的這個案件有做相關的這個檢討 那在這個檢討的過程也提出了一些我們專家委員會審查的這個結果的報告 那我們待會兒我們行政院的食安辦會更詳細的在記者會當中跟大家說明 基本上西布特羅這個事件 我們和地方政府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 這是一個單一個案的事件 但是對於未來檢驗室怎麼樣來加強檢驗的標準流程的管控 以及未來怎麼樣來發布相關的信息 我們都有所精進的地方 我們會在記者會當中 由我們食安辦來公布 至於這個辣椒粉的這件事情 這確實是一個系統性的事件 但是現在我們也在很快的這個時間內就展開了逐批的這個檢查 而且從上到下的這個溯源 我們也要謝謝各地方政府衛生局 配合我們衛福部的食藥署做相關的這個基礎 衛福部的部長也要打印在這個年月底 在這個月的月底就會清討完畢 那我們知道各個單位也都提高警覺來掏錢 讓這個學校的午餐不用辣椒粉跟咖哩粉 甚至連養老機構也是這樣做 那政府會繼續把食安的這個事件來把關做得更好 來確保我們民眾的健康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